这盘起讲解是三营寝步 2024年的骑射约战 咱们看第二局 于华对战王琳娜 双方是飞向对近七足 红方足底炮 黑方飞向 上编马之后黑方上马 红方出局黑方出局 从直立位置来看 红方编马受弱 但是从速度来看 黑方呢慢离不起 所以在这儿的话应该正常上马出局 走足三进一的话 红方平炮 虽然还是个变化 但是因为这个起 你多走立步足三进一 红方这边就抢到了先手 到这儿的话要胁迫对方的马 简单对调 也是B7的缝马 那红方呢继续追杀 黑方能走就炮就平七 将来红方会平局 那双方在斗 还是红方先手 但是黑方呢就可以下了 他走炮二平三的话有点大意啊 点狙过来抓死马 上来之后人家堵他一下 所以现在要打这个马上不来 再退卧星的话一扑潮有问题啊 所以的话黑方决定弃子 红方也是当仁不让 吃了 推炮本就打死 这个起走这儿的话 红方打马 黑方一吃 红方索性一箭三雕 这样的话形成四子对两子 因为两个马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所以的话 到这儿还没有形成很强的手段 应该来说这个起啊 红的稍好一些 黑方可以下 那么正招就是足五金一 把鞠 将来吃马把他逼退 再退回首尊线 再调过来啊 就骚扰他 但是的话 这个起的运子相当灵活 技术难度比较大 临场的话 黑方按照常规招法 就是过来吃兵亚马 红方则是上 到这儿其实应该走炮打出去 对方吃 把他赶走 然后将来抢这个足 找机会呢 就三足归鞭 必要时就跟他破他一个像 这个马随时退回去 显得大兵都不要了 那这样的话 翻下去啊 红方会占优 直接上的话 也是稍优一点 但是便宜并不是太大 吃的话你一退 看着好像这个马 还看着了兵 但是你对他的威胁 都没有了 人家一扫掉你炮 暂时奔头战斗 刚才的话是三足归鞭 现在的话是两个子 暂时是没有气的 下几炮 为以后的进攻蓄力 到这儿飞向 不让你上马 然后他这个气就上 接下来黑方走的是 去退一步 不让上 上马给他摁住 致死的话 这边上马继续杀他 那对方的话 他又补了个事 将军没用 退回彩炮 到这儿黑方呀 就大了 红方也吃 完后呢 就飞了个下 现在行这个局面呀 红方就退回了 黑方呢 这边他多了这两个足 所以红方 这个多子优势 没有发挥出来 平炮想退回 这儿抢对方的足 黑方则是拘近了一步 那红方就推到下尔线 黑方就强行过足 你一吃抓双 那肯定不敢 炮分边的意思就是 可以吃你足了 对方得保足 这样就抢一个 到这儿红方认为呀 这三个子配合一个兵 就差不多 黑方意思是能 这个足把这兵吃掉 拘三个足 还是有的下 但现在打着足 你只能先冲边足 红方再打 黑方再过 然后再打 对方他下 所以打两个 肯定要丢一个 交掉一个之后 就放心了 对方虽然也吃掉一个 黑方这个棋 他就算过两个足 那可能红方也是不怕 最多是合棋 但红方这个棋 中间一套 就准备再吃一个 那这样的话 一旦消掉一个足之后 很明显 红方呀 就是一多棋少 黑方则退一步 到这儿的话 就是给你吃一个 他要吃你抛 红方肯定不愿意了 然后这个足平过来 要吃嘛 那就退回 然后呢 这个棋能走 就是下足 不怕赶走 再来过中足 不要的时候 只要破一个象 他就有顾及 最终的结局就是 一个足换两象 黑方形成巨足 对战红方 双炮马兵 这个棋下方最终可以顶 居退回的话 红方冲兵 到这儿出老将 相当于走的几步 嫌弃 这个足还是应该下 平过来之后 红方这个兵 已经过去了 等他想抓马的时候 退回 落象的话 这边就上 最终这个马是上去了 你还没破的地方 也下 而且中足 还被红方炮 牵制着 黑方也是 没办法 这样巨的话 他就准备吃兵 跟他换一下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是小兵 冲 黑方到这儿的话 他可能 最好的找法 就是啊 继续屏足过来 等你过来吃双 那么这儿的话 他是飞了个象 结果这个兵就骗过来了 他想退回吃兵嘛 没吃到 现在人家 又炮打他中足 他又看不住 一旦这个足被取掉之后 跟他们也说了 他四个字 你两个字 双全难击四手 其实就等着数了 所以上方可以不得点到为止 到这儿的话 我们俩也就认了 这盘旗 与余华获胜